有毒奶粉 卫生局强调 这些毒奶粉都是农民要当成有机肥料 栽种果树的用途 并没有流入市面 而且果农也说他们分五次买了75包 跟经销商先前提供的凭证是相符合的 也证实流入屏东的毒奶粉都在果农的手上 这些毒奶粉现在也都已经送到焚化炉去销毁 屏东县卫生局从果农仓库所查扣的9包毒奶粉 全部贴上封条准备销毁 屏东的毒奶粉是进来的是一共有75包 那现在是剩下9包 每包是25公斤 这些来自中国大陆的三路毒奶粉 总共有75包进到屏东县境内 卫生局强调主要是用来有机肥的栽种果树 因此没有吃进人的肚子里 确定这75包来到屏东并没有能够使用 确定 确定 卫生局最终屏东县这75包毒奶粉的流向 果农拿出的五张购买的品证 证实是向潮州预宣食品所购买 与经销商所提供的购入品证相符 证实毒奶粉全部都是在果农手上 当时并不清楚 价格很便宜是不是 所以说他才会卖 价格比一般的稍微便宜一点点也不是很便宜 那是因为就是农友有请他 就是说因为他为了要堆肥 所以请他找最便宜的 所以他才会找这一家 但是当时他并不晓得有毒 卫生局查扣了这些毒奶粉 目前已经交由环保局送到粉化炉来销费 最近新闻张中华屏东报导 三路排独奶